美軍駐阿富汗高級指揮官星期四對國會說 如果像奧巴馬總統提議般 將美國駐阿富汗的軍人數量削減到5,500人 對阿富汗部隊的訓練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美軍駐阿富汗高級軍事指揮官坎貝爾上將說 他認為5,500人能夠肩負反恐的使命 但在訓練及顧問方面的幫助是非常有限 一些國會議員批評奧巴馬在阿富汗打擊塔利班戰鬥人員的軍事行動 他們認為減少主阿富汗美軍的數量 將會損害美國十幾年以來在阿富汗的軍事努力